财政司长陈茂波于网志表示,油价占触发环球对经济前景忧虑,令本港经济承受更大压力,预期本周公布的失业率,将攀升至约九年来最高水平。 陈茂波指,本港的饮食、零售、酒店住宿、建造等行业,需要缩减营运时间或暂时休业,甚至裁员、减薪或要求员工放无薪假,预期失业率将急升。 早前在预算案中宣布了规模达1200亿元的一次性措施,如向中小企提供由政府100%担保的特贵低息贷款计划。 其为面对难关的中小企提供资金周转,香港案揭证券公司已展开与银行商讨和筹备的工作。 该计划将于明日提交立法会工商事务委员会讨论,然后呈交财务委员会审批,若今个月内获得通过,便可在4月份正式推出,民中逆指,面对环球股市及商品期货市场动荡, 对冲基金及主要市场参与者的助盘或沽空情况亦未见不尋常变化。 港元汇率、利率都大致保持平稳,而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,并有充足资本支持。 政府将持续监察市场情况,评估潜在系统性风险,再有需要时再加顾防御措施,以维护金融稳定。